瑞瑟香农会以及花莲农改厂 有鉴于今年文旦幼产收 以及销售时间相当短 因此从前年起 借着文旦幼的讲习训练 在维持品质之外 传授辅导早收文旦幼的 技术理肥以及田间管理 文旦幼农踊跃参加 吸收新知以及技术 好维持今年文旦幼的品质 还有产量 春暖花开 各类农作虫害也开始活药 为全台文旦幼主要产区的瑞瑟香农会 在开春后办理的第一场 文旦幼讲协训练会中 就特别针对了文旦幼数虫害问题 来下手 那我们做了大概四年之后 我们去看108年到110年 这一段平均的数量 就有比107年还要少 所以其实有做就是 就是有努力就一定会变少 除此之外 由于今年中秋与白鹿节气 仅有短短三天的时间 不仅农民农会等农政单位的文旦 又产销压力山大 大概只有三天 那我们 所以我们这次透过改良厂的一个 技术的一个转移 也就是我们改良厂有研发了一个 找熟技术 希望能够在今年 让文旦幼能够提早采收 然后让我们的这个销售期能够拉长 那让我们的消费者能够吃到 这个成熟而且品质高的这个文旦幼 无论能解决禅销期短的问题 农会这一场文旦幼讲习训练就特别请专业的来 堪称文旦幼达人的花莲农改厂助理研究员刘启祥 从自然条件文旦幼成长的每个阶段 以天间管理理肥来做调整 让文旦幼能早收的同时 仍能兼顾一定的品质水准 那我们也会改良厂也会针对 整个果实的生育的促进的 这样的一个栽培管理的措施 来持续跟农民做一个宣导跟说明 那像我们今天也有针对 前期的早收的一个处理的结果 跟大家做一个报告 那希望大家也可以能够参考 而且可以确限的了解说 早收这个技术的运用 对大家是有个实际的帮助的 开春第一场的讲协训练会 不论农民还是产销班参与踊跃 除了温固也执行 吸收文旦幼果早收的新技术与观念 维持今年文旦幼的品质与产量 老师来上课帮助很多 然后一些技术 然后提升一些早收的一些方法 强我们这个领肥的释放 提早让我们的文旦幼能够提早才收 较到国外去呢 今年我们还是更没有问题 对品质的要求我们要更高 若是向文旦幼开花结果 农民近期内观察发现 今年文旦幼花有提早凋谢 已经开始涨果的情形 欢联农改厂助理研究员刘启祥 对此乐观其成表示 今年文旦幼相对也会提前成熟 而农民丰富的生产管理经验 以及精湛的栽培技术 今年文旦幼产销品质绝对没有问题 记者时遇兰瑞瑞瑟采访报道